大家好,今天我們就問到英國的陳文敏教授和我們分析一些香港最新和法律有關的形勢 因為在無奈前,人大也說要釋法 本來這些議題,如果是三年前發生 相信香港很多朋友都會關心 無論是司法界也好,或是植物遊行也好 但現在當然大家會對這個情況習以為上 但究竟這次釋法是為什麼要做呢? 還有有什麼影響呢? 我們都很想分析一下 於是就想再請教一下懲教授 這次的案件和以前的釋法 你覺得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呢? 第一,這次釋法究竟是解釋什麼呢? 似乎是解釋國安法的 不是解釋基本法 以往也是解釋基本法 而基本法的解釋其實是一個程序 是要諮詢基本法委員會 雖然這個程序很有效 可以有爭議,但起碼還有一個程序 這次如果是解釋國安法的時候 第一,似乎是沒有這個程序 第二,以往的解釋 政府也會要求人大常委 解釋哪一條條文 其實是 哪一條條文裡面有含糊的地方 為什麼要去解釋? 這次是沒有的 特首在記者之為會裡面 也被問到的時候 他也說不到究竟要解釋哪一條條文 而環顧整個國安法裡面 其實是沒有一條是說到律師代表 當然它有一些間接的條文 譬如第四、第五條 保障基本權利 說到之後被告人仍然有 根據法治 他有權代表自己 有國際公約的權利 包括律師代表的權利 但其實就沒有觸及到 這次事件說是否 海外律師就不能代表這件事 所以與其說釋法 這次很明顯是 事後去想到 現在出現了這個問題 這個是立法多於釋法 這個和過往是有點不同的 剛才你也說過 以前通常就是某一條條文 在不清晰的地方 所謂解釋 這次他扔上去 他會怎樣做呢 他還是會被盡 某一條條文去加加減減 還是會完全在憑空再加一條 這是沒有什麼準則的 人大的釋法 基本上和立法分別不是很大的 他們可以坐在一起寫了一些東西出來 有時是一個政策 就等於我們在上一次釋法 涉及宣誓案 其實也是 那裡還有條文去說 什麼叫做宣誓 什麼叫做有效的宣誓 沒有效的宣誓又會怎樣 然後人大可以加多段下去 不過宣誓不單止是 在履行職責的時候 你要宣誓就算參選 你也要變成一個參選資格 這就已經和條文完全沒有關係 這就已經延伸出去 在國內其實是相當 在這方面的發展 其實還是比較粗疏的 他們對人大或者對國家機關的權力 的限制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的 變成了其實 只要有國安法 於是有這麼含糊的事情 其實他可以寫什麼都可以 所以究竟他會怎樣做 其實他也會出一篇文章 好像寫文章 出一篇文章 列出這個就是政策 這個所謂的政策就是法律的了 其實在這方面 其實相對上是比較粗疏的 上面是做的一件事 所以意思是說 甚至不需要現在我們解釋 比如說公民權利就是這裡 不過原來國安法案件 不可以生外籍的律師 就是基於這條條文去演繹 連這件事都不需要純粹一篇文章 就可以了 我相信他會說一下國安法的前文 究竟背景 用回一些我們聽過的論據 比如說 國安法是中國的特別法律 涉及國家安全之類之類 於是 所以不應該被外國律師參與 那什麼叫做外國律師呢? 我們現在聽到坊間的一些說法 就是外國律師和香港本地 持有外國國籍的律師 是不是有分別呢? 我相信那個做法會是這樣的 而究竟他的做法會做到一刀切 還是有彈性呢? 這仍然是拭目以待的 因為其實我們回看 問題不是人大如何釋法 我覺得那個基本上沒有任何限制 其實他們如何釋法 都不到我們可以作出任何批評 這是人大的權力 我們也要尊重他們的權力 而國內在這方面 也不是咬文雀字地 像我們普通法一樣去演繹 所以我覺得 都不會期望有任何一類的事情 但反而整個原則 就是究竟我們要處理什麼問題 其實是 以及怎樣去處理 這個才是重要的 而 這次整件事其實由 原審法庭到上訴庭到中審法院 其實是有七位法官處理過 這件案件 而他們的意見基本上是一致的 其實很多政府提出的論據 在原審法庭上訴庭 甚至中審法院 其實都提出過 比如說 是不是所有的海外律師 都不能接國安法呢? 理由在哪裏呢? 如果理由是國家安全 或是國家機密 究竟是否每件案件都有國家機密 例如黎智英案裏 其實律政司是清楚說 這件案件不涉及國家機密 很多評論員都沒有留意到這件事 所以 上訴庭也會指出 既然這件案件 你都覺得沒有國家機密 在裏面 那你憑什麼 要不容許一個海外律師進來呢? 而黎智英 而國安法不是第一單 其實我們看過過往有很多單 由唐英傑、馬俊文、美國隊長 其實我們都審了很多單 每一單到現在 我們都不見到任何涉及國家機密的案件 所以這個在中心法院 中心法院也質疑過律政司 如果你是否說所有都不行呢? 那 律政司是無法提出任何證據在裏面 第二個很普遍的論點 總之外國人就不應該接觸 因為這是中國法律 中國法律很特別 國安法也很特別 外國人就不懂 其實第一 如果我們看看《基本法》 其實性質也是一樣的 《基本法》也是全國人大 為香港獨特立法律 用的無論是草耳的方法 寫的文章 最後的解釋權 都是在人大常委裡的 而《基本法》我們是沒有問題的 外國的律師進來做 為什麼《國安法》就這麼特別呢? 這個法院也是 如果你覺得那件案件有什麼特別的情況下 令到外國律師不行 那你要提出 而政府其實是無法提出任何證據在裏面的 而第三件事 有些說外國律師也不太懂 這些事情是中國法 其實香港律師也不太懂 而外國有很多經驗 譬如今次Tim Owen其實做過很多《國安法》的案件 《國安法》不是香港特有的事情 其實很多外國也有的 以及今次不只涉及《國安法》 還涉及《刑法》第九、第十條 就是我們煽動罪行 而煽動罪行是英國草耳的 而在很多英聯邦國家 都有這條罪行在裏面 所以外國的判例和經驗肯定會有幫助 尤其是一條這麼新的法律 也不要忘記《國安法》第四條說明 即使在《國安法》底下 我們仍然保障《基本法》中所保障的基本權利 和《國際人權公約》 所以如果《國際人權公約》 《基本法》的權利仍然受保障 海外的判例肯定是對香港法律的發展 會有幫助 他們的經驗有幫助 而他們的經驗肯定會比香港的律師更多 所以這也說不成 有一個特別的理由 最後一個理由是 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 如果律師違反了保安責任的時候 我們沒有一個有效的機制去懲處 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 所以我們香港律師和外國律師要分開 第一是海外律師來到香港的時候 第一是受香港大律師公會的約束 也受香港法律所約束 而《國安法》甚至是對海外人士也有影響 再加上我們現在說的不是一個普普通的律師 是一些相當有經驗 很出名 已經有一定的盛名的律師 而他們本身也受到 例如在英國是受到英國律師公會的限制 英國律師公會是寫明有紀律程序 海外的律師去到海外的時候 他們是要遵守保密責任 遵守當地的法律 所以就算他離開香港 例如在英國的大律師公會 他仍然可以行使紀律程序 香港的《國安法》理論上可以引用到外國 而上訴庭也指出 即使除了這個機制 政府也沒有任何理由去相信 在這一宗案件中 那位律用大律師是會違反他的保密責任 所以我們說來說去 我們真的不太看到有什麼特別的理由 我們是要限制一個海外律師 再者真的去到 如果一件案件涉及國家機密 我們不排除將來可能有 一件這樣的案件 其實就可以逐件案去處理 這也是中心法院提出的疑問 為何你不是在逐件案件中 如果你說是有國家機密 你告訴我們有什麼國家機密 怎樣會有國家機密 我們有沒有其他方法去處理 而不是一刀切地說 所有的人都不讓他去代表 其實在處理國家機密 香港是有管理 有程序可以跟進的 有一個特別的律師的程序 一個叫Special Advocate Procedure 在香港試過用過 一種案件大約是涉及幾位海外入境的人士 被入境處拒絕了入境 而入境處拒絕他們的理由 就說他們有理由相信他們進來 會從事一些對香港構成威脅的活動 所以不讓他們進來 他們就申請司法覆核 其中一個理由是 究竟保安局或入境處 是基於什麼證據 認為他們入境會影響香港的公安 從事一些影響香港的安全活動呢 政府的說法就說 我不能告訴你 這些會披露了 譬如我們警方怎樣搜集資料 我們的情報等等 這些機密的事情 會影響香港的事情 這類的問題 其實法院有時會接觸 不是新鮮的事物 在那種案件中 香港法院也跟隨英國 就說如果是這樣的事 因為你除了要披露給律師 律師是要告訴當事人 政府說 譬如說 我的機密資料 是來自X先生的 我也要知道X先生的背景 我要問我當事人 原來X先生跟你有過折 原來是想謀告你 你的律師才可以代表當事人 但如果這些資料 不能告訴當事人 他很難辯護 於是法庭就說 因為我們要保障 要平衡政府 有他擔憂的地方 但我們要平衡被告人 也有公平裁決的審訊權利 我們就委任另一位獨立的律師 甚至這個獨立律師 是由政府做過安全檢查 政府同意獨立第三者的大律師 他不代表政府 也不代表被告 但他見過一次被告人 他要殺出一定的資料 見過被告人之後 他才有機會接觸機密資料 他看完機密資料之後 他就向法院陳詞 作為一個獨立的代表人 他向法院陳詞 究竟這些資料應不應該披露 這裏有沒有足夠的理由 法院是聽完他的陳詞 聽完律政署那邊的陳詞 然後法院才作出決定 這是一個折衷的方法 就是說當你一件案內 有一部分涉及國家機密 或者敏感資料的時候 其實是有程序可以處理的 而這個程序的程序 他既保障到國家安全 亦同時保障被告人 他有律師代表的權利 這些機制其實是可以用的 當你涉及國家安全的時候 其實不需要去到人大釋法 這個階段來處理 而人大釋法很無可避免 你會是一刀切的做法 一刀切的時候 其實整個海外律師的處理 其實是要看回每一件案的案情 其實上訴庭和中心法院 其實他們都很清晰地告訴你 其實這是一個著情權 這個著情權裡面 法院是要平衡很多事情的 中心法院也提到 如果真的涉及國家機密 法院當然一定會很小心去處理 他們如何考慮 這是一個平衡 並不是一刀切 就將所有的海外律師都平駐海外 這對香港法律的發展是毫無好處 當然這是從法理那裡 但是如果從一個政治性角度去看的時候 很多時候大家會感覺到 整件事的處理 是給人一個很不公平的感覺 就是你去到政府是一個輸打贏搖 你去到法院 其實七位法官都說 批准海外律師 接著 一般我們平時都會看到 法院判完政府輸 你問政府的回應 政府通常的回應都說 我們會尊重法庭的決定 我們會仔細考慮判決 然後才作決定 這次幾個小時內 特首已經立即宣佈 我們去人大釋法 接著懂什麼也不知道 其實基本上就是我不喜歡法院的決定 我們是要的 一意孤行 你不聽我的判決 我就去中心法院 去人大常委 這個是對整個法治的信心的影響很大的 而如果 我們也聽到一些評論 譬如說 你中心法院活該死 你也知道 國家的立場已經說了 你看到文匯大公就知道 你還要這樣判 你自己拿來 這個說法也很有趣 以後我們法院判案之前 看看文匯大公怎麼說 然後才可以判 那你怎麼會有司法獨立呢 而在《退一步》 這次只不過是涉及律師代表 其實是 律師代表不是說他所說的 是對的 只是陳詞 他是代表當事人 盡力幫助當事人 再辯護 還有政府在對面 政府一定會不同意他的意見 還有法庭要去判決 其實只是整個制度的其中一個環節 都要說由人大常委去介入 做一個政治介入的時候 難免令人問 黎智英會不會還可能有任何公平的審訊呢 假如日後法院真的判決沒有罪的時候 這個又是否要拿去人大呢 是否又是一個政治的干預呢 這就是香港的制度和內地的制度 仍然很不同的 就是各法院是要獨立地盡量判決 法院不是去聽政府怎麼說 然後去判決 所以你引申出來很多問題 就是令到究竟我們整個司法制度 究竟我們還有沒有公平審訊 是會大打折扣 尤其是這一個案件本身也是海外相當關注的案件 在上訴庭議會指出的 其實公眾對司法獨立的信心 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法院在行使著情權的時候 是要考慮這一點的 非常詳細的解釋 有幾個結論的問題 剛才你提到一些支持釋法的理據 其實我還聽過一個觀點 應該都是湯家驊資深大律師說的 就是說如果這個是英國律師的 會不會聽英國政府的壓力 就會影響香港的安全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 這個就是一個很有趣的說法 大家都知道 湯家驊更加應該會知道 當一個大律師代表當事人的時候 他的責任就是維護當事人的利益 這是所有大律師的責任和天職 我不是代表其他人 其他人是不能夠對他指指點什麼 他沒有責任去對其他人負責 如果不是我怎樣打官司 如果我代表一間公司和一間中資公司打官司的時候 那是不是我要考慮中國政府如何考慮 我會怎樣打官司 所以這個說法是很難成立的 所有的律師 尤其是在普通法傳統的律師裡面 有很強調大律師的獨立性 如果你說涉及英國的利益 你就叫英國政府派代表進來 也對的 如果你說英國涉及他的利益的時候 你應該給他一個機會做陳詞 這不是由一個代表一個被告人 我不會是代表一個英國律師 他可能在這件案子裡是代表黎智英 他不是代表英國政府 所以在這裏我看不到任何理據 可以說你會受英國政府的壓力 如果英國政府說要給壓力 英國政府同樣可以給所有有英國國籍的人士 理論上他們都可以受英國政府的壓力 所以我覺得這個似乎完全 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大律師尤其是獨立的大律師 他們不是政府公務員 他們不代表他當事人以外的任何利益 也不應該去考慮當事人以外的利益 如果他覺得有壓力的時候 通常一個做法 你就不接他 如果我們 奧文卓士這樣說 現在就提請人大釋法 他還未認識 理論上就不知道他怎麼認識 而這位律師已經來了香港 但是在機場入境的時候 就說因為工作簽證 現在就不可以申請 或者是各自申請 然後就不讓他入境 其實這樣的做法 你覺得有沒有法律根據 我覺得這是相當危險的做法 因為第一 法庭已經批准了他來了 其實也經過上訴庭和中審法院的判決 在現在法庭裡面 他是可以代表的 一天這個判決是未推翻之前 其實他本身是法律來的 如果你用一個行政的手段 去令到這個法庭的判決 無法執行的時候 嚴格來說 這個可以是藐視法庭 如果不是的時候 你永遠 法院判完之後 你就用一些行政手段 其實已經是用行政手段 去干預 令到法院的判決 不能夠執行 你若是改變法院的判決 你就讓人大釋法改變法院的判決 或者你去立法會 立法會現在通過法律也可以 其實是 但是用一個行政手段的做法 這是多有可能 涉及藐視法庭的做法 如果這個是舊香港的玩法 那麗子英作為當事人 他本身產了一個律師 法庭又批准了 那現在那個律師 他應該可以告這個執法機關 即是理論上 其實嚴格上 律政司可以 其實是由律政司提出 即是一種藐視法庭 即是任何人用自己的手段 去阻礙一個法院的判決 這就是藐視法庭 其實正確是應該由律政司提出 這裏也帶到遠一點 另外一個也值得擔憂 就是中心法院未判之前的中案件 其實整個輿論是有很多的說法 基本上就是中心法院 是不應該給這個律師來香港的 中心法院要處理的問題 法律問題 中心法院就是 究竟這位海外律師 是否可以來代表黎智英的 所有的當時有不少的評論 就說他不可以的 是法院在處理中案件 聽了陳詞 法院說押後宣判 仍然是鋪天蓋地去做宣傳 這其實甚至在2019年之前 是不會發生的 因為這些基本上就是藐視法庭 其實是透過輿論去說 由法院現在正在處理的法律問題 控辨雙方也是有權得到 一個獨立法院作出判決 不是由一個社會作出傳媒 所以一般我們不會就法院要處理的問題 這麼公開、廣泛地、公眾地去討論 甚至給人一種感覺 好像想向法院施加壓力 但是很可惜這個情況 尤其是在中心發了星期一判之前 星期五、六、星期日那幾天 其實很多這些判決 但是輿論在內 嚴格上也是藐視法庭 每一個DD